第七百六十二章 每一个梦想着要当穆太太的人 都向晚着入住这个地方 她也不例外 军区大院和穆公馆 一个在山上 一个在山脚 对比起来真应了那句话 天壤之别 她几乎不敢想 屋里会是什么模样 管家领着两人进了屋 刚一进屋 大白就冲芸汐扑了过来 站在一旁的云楚汉 顿时被这半人高的雪豹 吓得脸色刷白 双腿颤抖着 直往后退 而大白却扑在芸汐怀里 还探过头 冲着云楚汉这个陌生人 张牙舞爪的低吼 云楚汉惊恐地瞪大了眼 张着嘴尖叫的声 一屁股坐在木地板上 管家看了眼 忙走了过来 把大白从芸汐怀里拉开 大白啊 不能没礼貌 去 上楼去 管家拍了拍到白的头 拉着她的手 半拖半拽地拉到楼梯口 推着她上楼 大白依依不舍地看了芸汐一眼 最后还是乖乖上楼去了 芸汐转身把云楚汉拉了起来 大姐 好了已经走了 看把你吓得 大姐 你 你怎么不怕 那可是豹子 会吃人的 上帅 那宠物 你越是害怕她 她越有攻击力 就好像你遇到蛇一样 你不招惹她 她也不会来咬你是一个道理 我 我从没见过有人 养豹子当宠物 也 也是被吓着了 芸汐逆了她一眼 比起她第一眼见的大白 直接吓晕过去 芸楚汗还算是大胆呢 管家礼貌地看向芸汐 芸小姐 医药箱都已经准备好了 你先上去吧 至于这位 管家看了眼芸楚汗 芸汐忙解释道 这是我三妹 为了不打扰少帅 你还是在客厅里等着吧 芸楚汗有些不甘心地 看向芸汐 管家这意思 是打算把她晾在客厅里了吗 她上来可是为了见少帅的 就算帮不上忙 她在边上看着也好啊 大姐 我 芸楚汗还想说什么 芸汐只是冲她摇了摇头 管家面不改色地开口 少帅的反见 不是谁都能进去的 芸小姐 请报 二楼左边 第一个房间就是 这位小姐 请在客厅里等候 管家目送芸汐上了楼 这才转身进的餐厅 倒了杯温水出来放在茶几上 百分百标准严肃的管家模样 芸楚汗见不能上楼 虽然不甘心 却也不想就这么干等着 左右打量了一下奢华的客厅 再看向管家的时候 眼神都不一样了 管家已经上了年纪 这个年龄的人 都喜欢乖巧端庄的女孩子 这一点伪装对她来说 也不算难 您是这里的管家吗 是 那你在这里 凑合上舍多久了 她平日里都喜欢做些什么 后面的问题 管家于律 闭嘴不言 芸楚汗自讨了个美趣 心里懊恼 偏偏又不好 当着管家的面罚做 只能焦躁地忍耐着 楼上的书房里 芸汐没在主卧 找到木飞池 直接走到了 敞开着的书房 然后再继继续 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